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场课我们讲了肺脏这样的病 我们说肺脏是指多种慢性的肺气疾病 千言不遇 而导致肺气脏满不能炼酱的病症 它的病变的部位主要是 首先在肺 既致影响到脾肾 后期可以急心 病的因素主要是弹阴 弹足水瘾和瘀血 而且可以相互影响 肩健为病 它的病理性质是属于 本须标识之症 那么这个病呢 我们在它的病症见别的时候 要注意和孝症 喘症的一些联系和区别 下面我们说一下辩证论治 第一个辩证的要点 我们说这个病是一个本须标识症 但是在感邪发作的时候呢 是以邪式为主 在平时缓解期 相对的缓解期 那就是以本须为主 所以我们辩证的要点 要变一下标本须史 或者说变一下标本须史的主次 来变一下脏子 阴阳的不俗 那么如果说标识的 那肯定是感邪发作的时候 感邪发作的时候 要具体一下寒热和痰 外干的有风寒风热的 或者有痰 痰或者含有痰热 或者痰湿痰灼的 那么如果说平时 偏于本须呢 我们要变一个脏器 脏器变一下再费 再提升 还是后期提升了 变一下阴须和阳须的不同 因此它的治疗上面呢 也是有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 在治标的时候 我们说两个方法 第一个要驱血宣吹 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之下 它有一些兼于外干的 那么我们要驱除外血 驱血来宣吹 那么第二个主要的病毒因素是痰 所以我们要驱痰 驱痰呢 降气化痰 这个痰要有寒痰和热痰 如果是寒痰为患 我们要用温化的方法 如果是痰热的 我们要用氢化的方法 但是在我们的肺症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种锐形 叫做痰足蒙翘 痰蒙绳翘症 我们说过了 相当于在我们一些 慢性肺病当中 出现了肺心脑病 影响了它的一些绳子的功能 出现了绳子障碍 或者有肝疯内栋 那我们治疗的方法 要开翘 戚风 还要配合止血的方法 如果说有水瘾内停的 我们还要配合 温氧历水的方法 因为它的主要的病理因素 病理因素是一个 弹度水瘾医学 所以我们这三个方面 都要考虑到 那么治本主要是 补养心肺和一胜健脾 那么根据它的一个 气血阴阳的亏虚 这当地给它补气或者补阴 或者是温氧 那么如果说气血到后面 阳气也虚乐 阳气虚乐 容易正气的外托 我们还要配合 故托的方法 这个治疗原则 我们要在 呃这个 掌握的程度上 在这个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上 我们说把它定在 熟悉这样一个层次 下面我们说一下 政治分类 政治分类呢 呃这个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肺胀啊 它的政治分类里有一个特点 几乎都是本徐标识 既有歇史又有本徐的一面 当然在某种情况之下 是以歇史为主 或者某种情况之下 某种情况之下突突歇史 但是呢 它整个过程反映了 它这一个病的一个病理特点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痰足拥肺症 痰足拥肺症 虽然惯以痰足拥肺这样一个名称 但是它有两层含义 从它的病气的特点来说 第一个有痰足拥足肺气 第二个有肺脾气虚 肺脾两虚的表现 痰足拥肺 它的特点是咳嗽痰多 那么或者说时间也比较长了 反复发作 痰的颜色是白的 那么一般来说是比较愁和 呃 这是它的一个痰邪的方面 但是它往往 祖症里面它往往还短气 喘息 骚劳之胜 也就是说 在这个病里面 它祖症表现会三个阵型 第一个是嗑 第二个是痰 第三个是喘 嗑痰喘 是它的最最主要的表现 那么痰的特点呢 像我们讲的痰食咳嗽 这样一种情况 痰有的症状 第一个 痰有肺虚 胃外不顾 并能短气 无力 倦怠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容易感冒 因为外感而诱发 第二个 痰有的脾虚 僭韵设施的表现 也是就于倦怠乏力 纳果减少 大便糖 那么从痴态脉象上面 也可以看出来 痴态是淡的 说明有症气的不足 但是又有逐利的痰 脉象是滑脉 所以我们要掌握 它这一点的要点 因此它的一个特点是 虽然说病急的要点是 痰中内孕 肺是宣降 但是它有肺皮两学的表现存在 因此治疗的方法 要化痰降气 贱皮一起 既要化痰来降废气 又要贱皮 来帮助症气 代表的方计 使三字养清汤 或者是书字降气汤 但是要配合六君之汤 所以这一章 这个阵型有三章方字 那么类似这样的阵型 我们有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 容易出现一个多选题的形式 所以我们把这三章方字 要记住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 有一个填空气的形式 那么在我们肺脏的 痰中庸肺症 可以选哪些方计 我们说 这是一个本须标准的情况 以本须变为主 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六君之汤 如果说 以血食为主的 我们可以用书字降气汤 或者痰中庸肺为主的 我们用三字养清汤 那么书字降气汤 我们前面讲过了 它是在我们的 喘症上升下虚的时候 以上时为主的 用书字降气汤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病里面 肺脏在这个阶段 可以跟喘症互穿 这个病相当于我们 主食性肺气肿 但是病情相对稳定 不过它还是在 总归有一定的发展的 但是相对稳定阶段 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这些药我们都 都比较熟悉了 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 酥子 白戒子 来福子 半夏 成脊 那么 子渊前乎 党生 白熟福灵 在这个地方从常用药里面 我们都熟悉了 我们知道酥子 白戒子 来福子 这是一个三字养清汤的意思吧 半夏 成脊呢 二层汤的一个主要的药物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我们进入的 临床过程当中 把这些两三味药的小方脊 多记起好 这些方脊都是临床验子有效的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 方脊鸽呢 背不太熟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临床上 上临床实践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来了一个病 变症 变病 我也打咳嗽 那就是咳嗽 变症 风寒 湿热等等 也容易变 那么相应的治疗方法也出来了 方脊好像也记得嘛 比如说 有一个医学的病症 叫学习足义上 我记得的吗 等到开药了 学习足义上什么药 记不清楚了 或者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治疗感冒 有一个方式叫进防拜祂伞 进防拜祂伞 我会背的 方脊知道的 进防拜祂伞 那肯定进阶防风 下面呢 记得蛮好的 过段时间又忘了了 就开两个药开出来 然后赶快去翻书 开了两个药 下面又是一个病 又开方脊 又开不出来 赶快再去翻书 翻了三次次书病人 不让你看嘛 说你这个学生基本功太差 那怎么办呢 我被方脊高兴吧 我现在看到了一个 哮喘的病人 这是一个含笑症 一看 痰足拥肥 病人呼吸 寄出困难 河中痰眠有声 这胎脉像是含笑症 那么我可以开烧个满黄汤 我不开了 我说含笑症 我开第一个麻黄新人肝草 第二个 苏子来福子白戒指 第一张方子是三奥汤吧 第二张是三字养精汤吧 那么这两张方子的话 如果你辩证 确实是一个含笑症 治疗起来 确实有它的很好的磷床效果 再根据病人的其他的症状 做一些加减 那么如果说老师来给你看的话呢 说哎 这个学生不错 基本功满好的 辩证准确 开手还有两张骨方 这个要培养 所以病人看看也蛮舒服的 因为如果说你们看病的时候 老师说你看得好 病人就对你性能度就增加了 所以类似三字养精汤 二层汤 单身瘾 等等 控炎汤等等 这样两位要三位要的方子 它既是一个相当于单方厌方 有它的拖拖的效果 又容易记忆 请大家把这个方子记住好 这是我们的弹阻腰肺症 那么弹阻腰肺症有一些加减呢 我们自己看看 这些加减大概我们在前面的病里面都接触到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这是第一个类型 第二个类型是弹热月肺症 这个月症在肺脏的时候出现 往往预示着肺脂肿有合并感染 合并吸菌感染 出现弹热比较佣胜 这个症虽然说我们讲的时候看看 这个症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也是比较不是那么很复杂的 它弹热佣胜 那么第一个方面 这次是个时候肯定改型发作得比较厉害了 它肯定是以邪史为主 弹热佣胜肺是宣将 所以克舍有点喘 时间长了 同时呢它克的痰是稠黄的 量子较多 但是往往克吐也不是很爽快 建议是里热 内热偏盛的情况 生热或者有壮热 口干大便壁小便侧 那么是红胎黄 或者胎黄泥 脉向滑溯 治疗的方法 我们说要 清肺化痰 降溺频喘 有两张方式 一个叫月壁加半下汤 一个叫三百匹汤 三百匹汤 在我们的喘症里面的弹热症就是用的主方 月壁加半下汤 实际上它的主要是三味药 麻黄 石膏和半下 我们说麻黄跟石膏的配物 有一类方式叫做麻性石肝汤类的 有一类方式叫做月壁汤类的 这是也是金贵药类的方式 那么它的主要是一个温清病用 既能够用麻黄来宣肺 带一点宣的作用 那么它又是温性的 又用石膏来清肺 所以治疗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这些常用的药我们也都说过了 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 这一个症最最关键的 要及时清除它的弹热铝热内热 以免它发生很多的辩症 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加减上 我们看一下之 如果说弹热偏盛的 那我们要加上鱼心草金桥麦 瓜肉皮等等 来加大它的轻热几度 轻热化痰软间化痰的一些支用 如果有腹气不通的 我们要加大通腐的力量 或者说在残热佣胜的时候 这种肺脏 我们不管大便通不通 这样子大便不是很吸糖 适当加上一些清热通腐的药物 有力于肺中预热的下降 有力于肺中毒素的清除 那么这个加强我们都要注意一下 在我们临床上这样一类病 我们一定马上给它查一个血像 给它做一个胸片 看看有没有橄榄的生象 给它做一个血气 血气分析 怕它肺功能的进一步恶化 然后如果在治疗上面的话呢 其一的治疗肯定是要加强 非常加强它的抗生素的治疗 加强的消炎抗菌的治疗 因为这种病人如果说没有及时 把炎症控制住 它可能进一步出现什么 出现呼吸衰竭 出现水电器的平衡失调 引起一些其他的很复杂的辩证 所以这个症在临床上要非常非常关注的 那么第一个症我们要求大家 把三个代表方要记住 它这个本序标识的情况 第二个症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偏于邪实的情况 第三个症谭蒙神窍症 这个症是我们肺脏里面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症型 这个症型在我们肺脏里面 或者在我们吸血疾病里面 它可能又到了肺气肿 到了肺心病阶段 而肺心病它不但是肺心病 可能是由于炎症感染之后 它可能还诱发了呼吸衰竭 诱发了肺心脑病 因此它的第一大类症状 是一个精神神智障碍 神窍蒙蔽 然后有一些肝疯内动的表现 比如说它第一个就是神魂战望 出现了神智障碍 这个神智障碍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神智障碍 或者于烦躁 嗜碎 昏迷 知己含意神动 抽搐 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表现上面呢 用了两个字叫做造反 我们学过伤寒润了 伤寒润里面 烦躁跟造反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烦躁的话呢 大部分是什么呢 大部分一般的内热偏身 或者心火偏身用烦躁 而造反的话 它又躁动而又心烦 说明这种邪热比较深重 甚至有正气虚弱的 很明显的一个方面 才用造反这两个字 那么坚有的症状呢 坚有肺虚弹韵 所以我们说肺脏的本症啊 它的磕传弹等等不是主要的了 而是出现了肝丰内洞 神窍闭嘱的情况 再加上有肺虚有弹韵 有磕传 何中有弹生 一定程度的弹 这个弹呢 可以白 可以黄 如果坚有弹热的 它可能是黄弹 那么从实态脉相来说 是暗红或者弹子说明它什么呢 在病的因素上有一定的淤血存在 除了我们痰族蒙蔽神窍之外 它也有淤齿的存在 太白或者黄地卖西华硕 那么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说要戚风 低痰 开窍 如果说给它开一个方级的代表方 是低痰汤 但是低痰汤的 这个方的力量还不够 往往要用低痰汤再加上配合 自保丹 安宫硫磺碗来治疗 或者说我们中立的 所谓的开窍的三宝 自保丹 子虚丹 安宫硫磺碗 那么这个三宝 在我们清热 开窍 子虚方面 子径方面 子抽虚方面 都各有特长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都学过这个方级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用低痰汤的意思上面 这个低痰汤的方子 它清化痰 开窍 通窍的力量 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再加上一些 开窍的中层药来治疗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那么当然 这个时候我们 一定千万要记住 在这种微重症的时候 我们是要中西极核治疗 要给它配合 相应的西医的治疗的方法 比如说 你最起码 你把气道要通通畅一点 你要给它歇点氧气 这种歇养的时候 这种慢性病一定是低流量的持续吸氧 氧气不能高 我们说氧气是很好的 但是高浓度的氧气 还可以导致氧中毒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肺脏肺气肿的病人 有活着有呼吸衰机等等 它对缺氧的耐受性 是比较比较好的 我们说缺氧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呼吸兴奋剂 在轻度缺氧的时候 病人呼吸加快 来做一些带赏 所以这种病人的话 对缺氧有耐受性的 如果你敲氧的状态 它病人反而会导致呼吸一直 所以我们不能用高流量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说这种病人 可能合并于呼吸衰机 呼吸衰机的时候 它可以缺氧 伴有或者不伴有 二氧化碳出流 但是我们也知道 二氧化碳也是一个 非常强的呼吸兴奋剂 如果你有少量的 二氧化碳出流的话 它也刺激它的呼吸中速 持呼吸加快 带伤性的来改善这样的缺氧的和二氧化碳出流的情况 把它排出去 但是过度的二氧化碳多了之后 它有一个名字呢 它又可以一次呼吸 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叫做二氧化碳麻醉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到吸的情况 要处理它的水电阶的紊乱 处理它的一些呼吸性的酸重度 代谢性的酸重度 这样一些酸界平衡色调 来控制肝来 改善它的心肺功能 那么常用的药物呢 我们说有伴下南新紫石 芙苓 朱鲁 石仓谱 玉精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 注意一些药物的尖制作用 比如说这里用到了石仓谱和玉精 这两个药既能够化碳 又能够什么 又能够开窍 所以呢 可一个药物起到几个药物的作用 那么在常用的加解里面 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谈了内剩的 我们要加强清热化碳的一些药物 肝风内动的加上沟腾全息等等 或者加一些羚羊脚粉 羚羊脚粉 那么这个 瓶肝清热吸风止净的力量 还是蛮强的 甚至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啊 你可以备一些羚羊脚粉 它也比较好的降血压的作用 而且是相对来说 没什么大的负质用 纸加脂肝血液明显的 我们加一些活虚话语的药物 这个可能是右肯功能不太好 出现了一些大肯定的回律障碍 如果皮肤粘不出血 有血症的 我们要加强一些凉血止血的药 可以配合吸血液地黄汤的意思 来进行加减 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啊 我们说这种病人啊 这种微重病人 特别和病与感染的事 都会出血或者出血倾向 或者非常非常明显的出血 比如说来了一个这个慢性肺气肿 出现年终核病吸尽感染 病性严重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情况 叫做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DIC 那么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出血 DIC的时候 它往往表现会中医的一种 又有热的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后面有机会再会讲到这种类型 所以这一个症是一个很重要的症核 第三个是谭梦神教症 在这个我们三个症型里面 相对来说是偏于邪实 而第四第五个 那就是偏于症虚 第四个症 阳虚水贩症 这个症和喘症相参 喘症里面也有这样一个症型 那么这一个症 在我们已经是肺心病了 肯定有肺心病 右心功能不全 出现这样一种锐形 所以它的特点呢 第一个是有什么 有面肤 脂肿 丰满 油水 尿扫 存子 危害 阳气 虚弱 不能够温云水 随影 随影内胜的表现 第二个是隐邪 灵性 泛飞的表现 如果说来了一个症型 是叫阳虚影庭 那么阳虚影庭呢 如果阳虚影庭是灵性泛飞 它一定有这么三块症状 第一块阳虚 有水影内庭 微寒 小面少 肢体浮肿 第二块有灵性 灵性怎么症状 就是心悸 第三个是泛飞 那是什么呢 就是磕而喘 所以有水影 阳虚水影的表现 影庭的表现 有心悸磕喘 那就是灵性泛飞 这是我们说的肩症第一块 它一定会有心悸有磕喘 第二块有脾痒虚弱的表现 肢体倦怠 乏力 微寒 或者肢体浮肿 或者是变糖 不想吃东西 那么食态卖相也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治疗的方法 要温胜健脾 化饮离水 代表方用真五汤或者是五菱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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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